怎么得了一间小铺子 就高兴成这样 这话要是在平常啊 我肯定生气 可是我今天不生气 我今天哪 高兴 这钱财呢 我虽然见过 可是这是第一次 我靠自己的能力 转来一间铺子 算了吧 那转来转去 还不是增加的钱 而且靠的 还是你那肚皮 曾经啊 这女人呢 靠肚皮赚钱 那是本事 还有人靠肚皮赚江山呢 这慈禧太后 要不是生了一个皇帝儿子 她能统治大清吗 这叫母以子为贵 懂不懂 以后再增加啊 谁要是惹了我 我就不饶她 这太太这次让了我 她下次还得让着我 穆兰跟曼妮啊 就看着眼红生气吧 至于那个贵姐呢 以后我更不用放在眼里了 她再增加算什么呀 左右不过是个小妾 小偏方 我怕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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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芸 來人哪 來人哪 蘇芸 蘇芸你怎麼了 蘇芸 蘇芸 來人哪 蘇芸 蘇芸 蘇芸呢 蘇芸 媽 蘇芸 怎麼了 蘇芸 蘇芸 你怎麼了 蘇芸 告訴媽媽你怎麼了 媽 我 我肚子疼 媽 我 流血了 羅頭 羅頭 不 蘇芸還是你 快騎馬 把江太醫給我接來 好好好 小心 小心點兒 輕點兒 輕點兒 來 走 走 走 太醫 太醫 孩子怎麼樣了 孩子 保不住了 來 放開 個兒 個兒 給妳個老婆女都疼不好 她已經有了身孕難道妳不知道 大晚上的 你怎么能让他摔着 老爷 素云摔跤怪不得惊讶 那能怪谁 你说出来 我绝不轻饶他 素云摔倒的时候 我正在跟前 我是看见一个黑影 好像是阿福 冷不丁地跑了出来 二少奶奶吓了一跳 绊倒椅子才摔跤的 罗佟 快点南眼去 把那小尖子给我看起来 是 曹小姐 奉太太之命 你和这狗 都得离开这院子 这狗吓得二少奶奶流产了 走走走 罗管家 真的不是他的错 他是冤枉的 他今天晚上都在我的怀里 你给我快点 罗管家 走走走 不要 曹小姐 不要啊 怎么着啊 都有人看见了 还不承认 太太 我敢对天发誓 阿福真是冤枉的 他今天一天都在我的怀里 真的 你还狡辩 罗佟 乱棍打死 是 不要啊 太太 不要啊 罗管家 不要啊 不要 放开他 罗管家 不要啊 阿福 快跑 快跑啊 不要再打了 罗管家 阿福快跑啊 快 苏云怎么样了 他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蒋太医临走的时候啊 留下几句话 说他静养几天 就可以下床了 小产不算什么大病 可是对他 对于我们曾家 就没有比这再大的病了 也是啊 好不容易鼓起来肚子 就快看到孩子 可是这一跟头孩子没了 这 这要怪那曹小姐 好好地养什么狗啊 当初我就跟你们说过了 这个女人 是满身的狐媚之气 败家之相 你们都不信 现在应验了吧 说起这件事情啊 木兰 妈该怪你啊 当初就不应该把这小贱 留在曾家 我看哪 还是赶紧劝她走吧 要不然再增加 不晓得还要惹出 多大的麻烦来呢 这曹小姐啊 可是孙雅临走的时候 一再要求我跟妈妈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把曹小姐留在府中 不能赶她走 妈妈答应了 我也答应了 那时是那时 现在是现在 现在出了这么多的路 乱子 还应该把她留在曾家吗 赶快赶她走 木兰啊 你不必为难 我去劝她 她要拾去啊 不用我劝 她也该走的 还没吃饭吧 贵仪 你为什么要诬陷阿夫 诬陷我 你知道半岛二少奶奶那张凳子是谁放的 是我 可是我能说吗 我要说出来了老爷太太会把我赶出去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可不想流落街头啊 可是你看 这曾家 这老老少少上上下下三十几口 谁能替我背这个黑锅呢 这看来看去 这看来看去 横竖都是该你 你不背谁背呀 难道你不怕 我去揭穿你的底细吗 怕我就不说了 谁会相信你呀 老爷太太 还是姚木兰 牛肃云曾经呀会信你呀 不信你现在就说去 那就是栽赃陷害 老爷太太肯定会更发火 不信你说去 太阴险了 你们曾家的人真是太阴险了 这就对了 你既然了解这一点 接下来咱们就好谈了 孙雅初过留学 三五年是回不来的 你留在咱家做什么 你最少还得背三五年的黑锅呢 你们是要赶我走 是你自己该走 我不 我答应过孙雅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等她回来 别说是三五年 就是十年八年 我都会在这里等 反正太太 还有三上奶奶都答应过 不会赶我走的 是这么说过没错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 你现在把曾家的孙子 都给惊吓掉了 没有让你偿命 已经是万系 这回让你走你不走 什么道理呀 曾家的孙子是给你吓掉的 不是我 可是曾家上上下下 没有人不知道你是罪魁祸首 以后你再曾家怎么待下去啊 你们可以冷落我 可以侮辱我 但是我答应过孙雅等他回来 我就会等到底 他不回来 我是不会离开僧家的 你这是何苦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至少苦吃吧 太太 难怪你骂那曹丽华小贱人 他可真倔啊 怎么去 就是少一根鸡 说死活要等孙雅回来 坐 我没见过个性那么倔的人 怎么 他是不肯走了 是啊 不肯走还搬出太太跟三少奶奶 当初答应的话来 你瞧瞧 这怎么能由得了他 就是抬 也得把他抬出真假 妈 俗话说了 及时要缓办 您先消消气 这个曹小姐 自从被牛才神的儿子侮辱了以后 整个人变了 有些偏执 我担心就这么把他赶走了 会出一些事情 穆兰 妈一直不明白 你为什么老要替他说话 当初要不是你的一句话 妈是不会让他留在曾家的 妈 我这也是为了曾家着想 妈 穆兰说得对 这事要真实传开了 传到京城里面 对我们曾家也不好 前两天 城南李毅元家一个丫鬟上吊死了 没两天就登报纸了 闹得沸沸扬扬的 那你说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真的要把他留在曾家的话 那我走 有他就没有我 我离开曾家 太太 先别赌气 就算天塌下来 你也不用离开曾家 这事啊 咱们别急 慢慢想想办法 太太 我觉得 把曹小姐嫁出去怎么样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父母 住在曾家 咱们有权给他做主 找个人家 就像嫁个丫鬟似的 让他有个归宿 这样曾家也少了一块新币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孙雅 我的亲人 我唯一的亲人 我现在正在遭受不公的屈辱 他们把二少奶奶小陈的过失 都栽葬到我的身上 要赶我走 要赶我离开曾家 我去哪里 孙雅 我的亲人 我唯一的亲人 你不要为我担心 这几天 太太他们对我越来越好了 尤其 是三少奶奶 是三少奶奶